2017年对我国海军来说是个丰收年 国产航母下水055大型驱逐舰线身 各种前些年还渴望不可及的新舰下饺子一样 纷纷下水服役 真是让大家欢欣鼓舞 而对于2018年大家更是充满了期待 第二艘055下水 国产航母海事 075两栖攻击舰线身 不对这个可能还要再等一两年 反正054B型新型护卫舰 恐怕是大家最翘首以盼的一种国产战舰了 那么今天的风火一军情 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呼之欲出的054B 目前网上对于054B的全天动力讨论已经相当多了 但对于它使用什么雷达 网上的说法很混乱 有些说法说是会用四面小盾组成的综合围杆 还有说法会用所谓的宝莲灯造型的综合围杆 内部是旋转式双面阵雷达 究竟哪种说法可能性大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我国完全可以为054B提供使用综合射频技术的先进综合围杆 在055新一代大型驱逐舰上 主围杆上就集成了新型的X波段 多功能性控阵雷达 各种通讯导航和电子占天线 也以共行阵天线集成 既可以提高隐形性能 更能提升舰艇的电磁兼容性 1982年马岛战争中被击沉的谢菲尔德号 正是因为未通系统和对空警戒雷达有冲突 遭遇飞鱼导弹致命的打击 因此唯一的问题是 054B会采用什么样的综合围杆和配套的雷达系统 当然 这完全取决于它的定位和成本因素 由于在它之上 有万吨级的全能驱逐舰055 和拥有较强舰队防空能力的新型052D型驱逐舰 054B的定位和054A是以慢相成的 远洋反潜 护航和警戒具备一定区域防空能力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054B的雷达不会太豪华 会和054A一样综合性价比因素考虑 但从实际使用来看 X波段雷达常用于火控 比起C波段和S波段雷达来说 拥有更高的精度 但其雷达探测距离却普遍不大 X波段雷达常常还需要搭配大型的S波段 或L波段远程三度标雷达工作 单独工作等于说是近视眼 比较典型的案例在于使用欧洲APAR多功能 X波段雷达的德国F124型护卫舰 和荷兰七省级护卫舰 全部都在后围杆有一部巨大的SMARTL 远程对空对海三足标雷达 而我国海军的055大区 综合围杆上的多功能X波段四面阵 主要也是火控用途 和055上的四面346A型 S波段大盾搭配工作 这意味着如果054B装上四面X波段小盾 那么势必要再加一台远程三足标雷达 而054A现在的雷达配置 可能更符合054B的定位和降低造价 054A现在使用的海鹰SC型三足标雷达 虽然是一种频扫雷达 还算不上是电扫及相控阵雷达 但已经是典型的双波段 较大的正面是对空对海搜索的S波段的 较小的适用于引导红旗16 精度更高的C波段 再加上四台国产版前兆火控雷达 为半主动雷达制导的红旗16 提供连续波罩射信号 综合网络的消息 054B上的舰空导弹 很可能会是主动 半主动雷达复合制导的红旗16C了 射程增加至100公里之外 制导方式也是以导弹自身的主动导引头 来搜索来袭击目标为主 这意味着054B不需要像054A一样 专门配备X波段的火控雷达 而只需要一部精度较高的C波段雷达 间歇照射为导弹提供制导信号 因此如果现在再回过头来去观察 出现在华州某地中传某索 电磁兼容性试验场上 那个宝连灯水泥模型 就很好理解了 在宝连灯里 即使应该是一部类似于海鹰SC 但将频扫天线换成电扫天线的 双面阵旋转式相控阵雷达 同时围杆下部也集成了通讯 电阵共行阵天线 而在这个试验场上 055的水泥模型 已全部在055手键上印证 顶着宝连灯的054B的出现 也已经指日可待了 所以四面小盾不过是军迷的异想 宝连灯才是054B的真命天子 好了 今天的风火一军情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雾霾能防激光虽是传说 但烟雾能防制导武器 则却有其事 当敌方导弹来袭时 一记烟雾弹抛出 就能让其失去打击目标的定位 我国火箭军曾展示过 这样一款迷魂散般的神秘装备 他的强大之处 是否真的如传言那般 微信关注 风火军事 回复 烟雾反导 为您揭秘